秦慕公寓与晋公子崇尔联姻,崇尔,我不能娶自己的侄儿媳妇,何处是归城,长庭更短庭。 漂泊东南,辗转树国的崇尔,就像一只日暮投林的圈鸟,虽然反国心切,却始终攀不到那条能驻他青云直上的高枝,音送小学利弱,不堪为援,满楚野心勃勃,愈合南田,放眼天下,更有何方势力可以求告。 滞留楚国的崇尔,似乎走进了一个死胡同,数月之间,一筹莫展,或许崇尔从来没有奢望过秦国会主动伸出橄榄枝,寻求与他的合作。 因为自公元前645年韩元战后,秦慕公已经成功地降服了晋慧公父子,迫使他们沦为向秦国输送利益的附庸,赚得盆满钵满的秦慕公又怎么可能掉转头来支持晋慧公的对手崇尔呢? 但命运的偶然性就是这么难测,当崇尔滞留楚国的这段时间,秦慕公越来越担心晋国会议出自己的掌控,因为那个在战场上被秦军俘虏过的晋慧公已经病入膏肓,晋国眼看着又要变天了。 晋慧公令独的消息传入秦国,在秦国为之的晋国太子子羽如坐针毡,万一慧公突然轰视,晋国又扣住子羽,向晋国肆意勒索的话。 难保晋国群臣不会抛弃子羽,令离新军。 为了能顺利接掌大魏,子羽把心一横,撇下秦慕公许与他的妻子怀迎,不打招呼就悄悄地潜回了晋国。 果然,到公元前637年9月,晋慧公厌弃了,子羽继位,始为晋怀公。 虽然在秦国生活了整整六年,但那里只带给子羽自卑和屈辱。 在这六年里,子羽的身份不是高贵的晋国太子,而是被扣押的战败国的人质。 人质这个标签就像刺在脸上的金印,让子羽眉脸抬头做人。 老秦人鄙伯的目光像刀锋一样锐利。 戈得子羽的脸子热辣辣的疼,但最让他不可忍的还另有其事。 韩元战败后,晋慧公无力阻止秦国的东阔,秦国趁机吞并梁国,将自己的势力泄入晋国的河东地区。 想当年晋慧公一无因离机之乱逃难到梁国的时候,梁国将女儿嫁给了他,诞下一子一女。 儿子正是晋慧公的太子子羽。 秦国灭粮,灭掉的就是子羽的母家,这让子羽对秦国序愿更深。 子羽既与秦国有着许多夙愿,现在他登基执政,秦,晋邦交随时都有恶化的可能,秦慧公必须未雨绸缪。 设法制约这个不听话的女婿,而制约子羽的王牌呢? 慕公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子羽的伯父,那个滞留在楚国的公子崇尔。 秦慧公的使者抵达楚国之后,楚成王对崇尔说, 楚远,更蜀国乃至晋,秦,晋接静,秦君贤子,其免刑。 史记,晋世家。 可能是因为自己早年也曾遭遇过政变流亡的苦难,楚成王对崇尔多存了一份同情, 不但厚礼相赠,临别之际还送上祝福,秦公既对公子你青睐有加, 是在人为,好好努力吧。 素媚平生的秦慧公真能像楚成王说的那样,对崇尔是放出最大的善意吗? 至少,在崇尔刚刚抵达秦国的时候,他没有,非但没有, 秦慧公还给崇尔出了一道大大的难题。 为了拉近双方的关系,秦慧公将自己的女儿文盈嫁与崇尔为妻, 添了一层殷亲之妻,按照周朝礼制,诸侯婚嫁照例要有应女陪同,夫人过门的。 而为了显示秦国对崇尔的荣誉,秦慧公甚至破例送去了四位应女, 笔照《公羊传》所记载的惯例多出了两位, 可让崇尔感到难堪的是,他居然在这四位应女中见到了子羽的前妻,怀迎。 国语记载, 婚礼的当天晚上,新娘的应女巡礼因为新郎道水敬首, 可怀迎为崇尔灌首的时候, 崇尔难掩对她的厌恶,不耐烦地甩甩手, 见了怀迎一身的水星子,怀迎倍感屈辱, 怒斥崇尔不是瞧不起她,而是瞧不起秦国。 这话要传到秦慧公的耳朵里, 洞房中的一桩琐事可能陡然间升级为严重的外交事件。 为了把自己的舒适挽回来, 崇尔赶紧退去礼服, 自带枷锁,摆出一副听平发落的戴罪姿态。 而秦慧公呢,言语上也很客气, 他向崇尔解释说,怀迎是他最心爱的嫡女。 嫁与崇尔,初中只是要为女儿寻个好归宿, 如果崇尔因为怀迎同子语的婚事而感觉难堪, 怀迎地去留西厅尊命。 公子犹辱,寡人之罪也, 唯命是厅,左传西宫二十三年, 秦慧公的这番话乍一听窃里艳心, 但其中能有几分真诚, 我表示怀疑,因为在左传, 国语和史记的这些作者们笔下, 秦慧公经常是说一套,做一套的。 像当年那场韩元大战, 秦军在战场上俘虏了晋慧公, 晋国群臣声害怕秦慧公会下令处死自己的主子。 纷纷要求陪同晋慧公去秦国做战俘, 秦慧公当众跟大家承诺, 你们都哭脏这个脸干什么呢? 我把晋军带回国去, 也不过是遵从顾太子身生的亡灵之托, 放心,我不会对他怎么样的。 虽然秦慧公信誓旦旦, 可晋国群臣却将信将疑, 离开前他们做了最后的努力, 他们说, 黄天后徒可都听到了您的承诺, 我们也是见证, 您切切不要食言呐。 晋国群臣的担心多余吗? 不多余。 刚一回国, 秦慧公就传令打扫宗庙, 要用晋慧公的人头祭祀先祖。 当这天地赌咒发誓又怎么样呢? 对华夏礼仪肃无信仰的老秦人, 就不吃你那套道德绑架, 可晋慧公要被杀头祭祖的消息一传出来, 他的姐姐, 穆公的夫人秦慧姬就急眼了, 带着自己的三个孩子, 太子英, 公子红和公主俭碧登上柴堆, 扬言秦慧公胆, 赶伤了兄弟的性命, 他立马和三个孩子自焚而死。 听到这个消息, 穆公的口风又变了。 穆公说, 回想起战场上晋国群臣的幽妻, 他实在不忍心就这样处死禁军, 而当着皇天后土立下的誓言, 更是不能轻易违背的。 禁军若死, 天弄人愿, 算了, 还是送他回去吧, 中国古代官场上有句俗话, 叫做成事不见。 也就是说, 上风一旦就这个问题做了决定, 下属们通常不会再提出异议了, 可秦慧公已经表态必归禁军, 公子智却对他的话枝若罔闻。 早在晋慧公因离机之乱叛逃出国, 向秦国求助的时候, 公子智就是奉命与他谈判的使者, 也就是说, 在秦慧公与晋慧公这些年的合作与斗争中, 公子智是全程参与的重要成员。 慧公表态要放走禁军, 公子智却仍坚持原意。 比喻杀之而后快, 这不是倚仗资历, 事工交主, 而是他把秦慧公的心思吃得透透的, 慧公此刻根本就没拿定主意。 这一点, 国语的记载也可以提供旁证, 既然秦慧公还在或杀或放之间徘徊犹豫, 为什么又要说出敬天为人, 必归禁军的话来呢? 因为秦慧公要竭力掩盖一个事实, 夫人对他的要挟奏效了。 一日三变, 绝口不到忠信之言, 秦慧公的虚伪不仅表现在对待禁军一无的态度上, 对崇尔和怀迎的这门亲事, 他也照样加藏私心。 从身份上说, 嫁与崇尔的正是夫人文盈是庶出, 而应女怀迎是嫡出, 庶女为妻, 嫡女为应, 这个安排是颠倒尊卑的, 怀迎是秦慧姬的亲生女儿, 可能就是左传中秦慧姬要带着她去自焚的那位公主剪毙。 秦慧公解释说, 他原本就是想把怀迎嫁给崇尔, 只是碍于怀迎曾经许佩起崇尔的侄子子语, 担心伯父纳的侄儿媳妇会为离法所不容, 这才不得已将怀迎混在四位应女当中送了过来。 言下之意, 怀迎才是秦慧公与崇尔联姻的真正筹码。 而文盈只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幌子罢了。 根据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医书的统计, 伯父纳侄儿媳妇为妾, 崇尔与怀迎的这段婚姻是周朝绝无仅有的一例。 为什么对先后来到秦国的子语和崇尔书子俩, 秦慧公都这么固执地非要让他们娶秦慧姬的女儿呢? 我认为, 这是秦慧公要报复崇尔和秦慧姬的父亲晋献公当年与他联姻的往事。 三年之后, 晋献公再度假图灭国, 一举将黄河南北的鱼, 国之地全部纳入晋国的版图, 同时设置桃林赛。 驻兵防守, 桃林赛的建立等于在关中的东大门上插了一根栓子, 英勇善战的老秦人就像野狼一样被困在了陕西的这片四塞之地中。 可老奸巨华的晋献公并不打算困死这匹狼, 他想要驯服他, 把他变成一条温顺的看门狗, 怎么个驯服法呢? 晋献公仿照西州天子促成身后与老秦人联姻的故事, 将女儿搏击驾往秦国, 意图对秦人实施血缘规划。 当穆宫的新夫人在晋国陪陈的护送下抵达秦国之后, 晋献公又特别附送了一件意味深长的礼物, 他将俘虏的渝国王臣白里希作为秦木姬的陪嫁送来了。 白里希的到来是要警告秦木公, 渝国已成晋国的囊中之物, 晋国绝不会允许秦国通过他的新占领区向东周王姬伸手, 那里是晋国的核心利益所在。 那秦国如果不东晋, 又当何以自处? 晋献公的意思是希望他安于现状, 以殷亲的身份为晋国守卫西疆, 回想西州的时候, 尚未击身诸侯的老秦人曾经长期担任周朝的西锤大夫, 为周天子看家护院。 可几辈人浴血奋战, 好容易博得了诸侯的名分, 却仍被周天子的同宗晋国视作护院保镖, 这让秦木公感到了莫大的耻辱。 要不是晋献公随后申故, 秦、晋两国的战略决战可能早就爆发了。 晋献公死后, 诸子夺敌,晋国内乱, 这让秦木公看到了通过扶植代理人遥控晋国的希望, 之所以在姨吴和崇尔两兄弟反国执政的过程中, 秦国始终表现活跃, 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对此大家觉得是怎么样的呢? 快来评论区一起留言和年书讨论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